傻妞我出生在一个不做烂味的地方 在我上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香肠 腊肉这些美味 大学的时候 重庆和贵州的两位好友每年都会带一些烂味到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分享 第一次吃后就喜欢上了这种美食 去年冬天怀孕的时候 突然就很想吃香肠 在魔宝里搜了好久 看到店铺里那些香肠腊肉的照片 我都要流口水了 可是 为了肚子李宝宝的健康 还是紧紧的捂着钱袋不肯放手 于是乎 就萌生了自己做香肠的想法 去年做得很成功 今年继续做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准备好长衣 长衣洗净在冷水里泡六个小时 肉准备好 切成小块 将切成末 肉中加入所有调味料 一个人口味添加 肉中加入所有调味料 一个人口味添加 肉中加入所有调味料 一个人口味添加 把肉搅拌均匀腌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 也可不腌直接灌 套好的长衣在水龙头下冲水 主要是为了润滑长衣内壁 把长衣套在灌肠器上 没有可用饮料瓶自制 长衣末端打结 开始灌入 灌的时候用手向末端挤一下 把肉挤紧 在有空气的地方用绣花针扎一下 灌到自己想要的长度用棉绳绑好 最后把灌好的香肠在精水里过一下 拿到阴凉通风处晾晒10天左右即可 依天气情况增减晾晒时间 晾的时候给地上铺一层报纸 以免油渣弄脏地板不好清洗